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恒儿 你身上的梅花印记 怎么消失了 启禀圣上 谢宇恒根本不是黄师血脉 你是苏首甫的女儿苏盈盈 父母 你别听他们下胡说 他们就是想陷害我 圣上 可认得这枚官印 苏首甫的官印 是准欲赐的 没错 这是我爹爹的官印 当年 他们偷走了爹爹的官印 伪造通敌文书 污蔑爹爹叛国 是谁冤枉了苏首甫 正是太子 胡说 一枚官印 可以证明是本宫 他能证明 儿臣参见父皇 民女徐婉 参见圣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民女徐婉 是朱雀阁阁主 受太子要挟驱策 盗取苏首甫官印 伪造通敌文书 诬陷苏首甫通敌叛国 还杀害了护部左侍郎 及其他朝廷官员 请圣上赐罪 父皇 他们是传通好的 传通好意一起来污蔑我 我们谢家 每个人从小身上都有霉花印记 而你如今身上的霉花印记消失了 你分明不是皇家血脉 传真口语 谢玉衡 欺君网杀 谋害忠良 给朕拿下 林漾 别过来 别伤害盈盈 谢玉衡 您束手就擒吧 还没有失败 岂能这么轻易投降 都给我让开 可以 协助 警官 姊姊 天涯 天涯 警官 警方 如何 那一掌已伤及她的心脉 一束强弩之末 但她心愿未了 不愿离世 还留着一口气在 那可还有救 时日不多了 七皇子属下告退 禀七皇子殿下 宫外有名医求见 七皇子 花铲君 那是我姐姐 对 七皇子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江湖名医 花梦初 任某听闻素英姑娘 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特地请花医师 来七皇子府上看一下 我能救她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啊 只要你能救活她 我什么都答应你 你 救我 什么 你这是什么鬼主意啊 你不会是江湖骗子吧 你 你给我走 不用你之了 本君主就不相信了 这全天下除了你 她没人能救得了苏盈盈了 你 她 我答应你 真的 不过你也先救活她 好 那 请诸位先出去吧 走吧 你 如何 准备后事吧 盈盈 盈盈 姐姐 你们也别太伤心了 这人终有一死 都是迟早的事 盈盈 你醒醒 你不要走 盈盈 我 我是 我是 谢盈 谢盈 我 我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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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别烧气这一世 一样 千帆今月更古 古鸿生生命悲楚 浮生过忽儿之墓 晚风雨雪舟不渡 桃花叶落寒面处月如初 江湖叶雨就一壶轻声诉 不归途不回顾 浩尽也许多 困雨潮暮 西窗中燃尽了此生 终虚无闻何故 旁里人寒暑 一杯涂天地孤注 寒痴暮 不忍相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